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來到台北市信義區的元素手工漢堡專賣店 他們標榜他們的漢堡肉是手工自製的漢堡肉 好,所以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它是在這個基隆路二段39巷的巷子內 那旁邊就可以看到這個很著名的地標 101大樓的附近 那營業時間這邊就有寫了,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滿300以上線信義區可以外送 好,那這個是他們的招牌,就寫手工漢堡 好,那這個是早餐店的正面 那他們現在就很忙碌這樣 因為今天用餐區很多人 那我就只能盡快的掃一下 大概可以做個十幾個人吧 好,然後這邊有上過這個媒體的報導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算是在地的名店吧 好,那牆上這邊就寫著 健康食材原味自然 當然還有別種啦 好,那從店內往外望出去大概是這樣 以盡量不打擾到用餐的人的原則 大概可以做個十幾個人 好,那這個是內用的菜單 好,那我一定會點牛肉類啦 那當然還有別種的喔 各位粉絲來用餐,當然你就可以點別種的 假設你不吃牛肉的話 好,這樣 好,因為它這邊標榜是牛肉漢堡 所以我就點牛肉的喔 所以我就點牛肉的喔 跟這個黑咖啡 135左右吧 好,那這個牆上就寫了這個 手工漢堡的成分喔 好,所以它有經過計算的喔 肉排調味多用洋蔥芹菜大蒜調味 對,以減低調味醬汁使用喔 算不錯喔 先全一下內用先附嗎 對,吃完再附就好 吃完再附 好,那我要那個雙層牛肉堡 然後加蛋加起司 好 然後一杯黑咖啡 好 請坐 謝謝 好,那就是現點現做的喔 好,那這邊也寫了這個咖啡機的種類喔 好,那這店家還蠻不錯的喔 這邊有這個愛心餐喔 好,那現在漢堡送來喔 那就是一個很可愛的袋子喔 上面寫著自製手工漢堡在賣店喔 這樣 好,我把它拿 從袋子裡拿出來喔 放在盤子裡 然後 然後 這裡的色澤好像比較偏黃喔 好,沒辦法 是因為這個燈光的關係喔 就 就只能這樣吃啊 它裡面的燈光是用這種蛋黃色的喔 所以這個色澤上面看到會比較黃 那就打開來看喔 感覺上這個 漢堡蠻紮實的喔 漢堡麵包蠻紮實的 再來就是漢堡肉 然後 蛋 應該起司在這裡面喔 因為我還有加起司 然後兩片很大片的番茄 下面 再是一塊很大塊的牛肉 手打肉喔 那這樣早餐就感覺上是蠻豐盛的喔 這邊應該也算是新義區比較豐盛的早餐又便宜的啦 這樣的漢堡才一百塊而已 我們現在吃吃看喔 長得大口牙去就應該是很滿足喔 很好吃喔 因為我本身還蠻喜歡吃牛肉的喔 然後牛肉裡面就是有蠻多這個西式的香料喔 然後肉質還蠻柔軟的 還蠻多汁的喔 蠻好吃的 這樣才一百塊算蠻超值的喔 感覺這個生菜跟番茄很豐盛啦 然後配上這個有一點甜甜的醬汁在裡面 應該是美乃滋的喔 看不到 就感覺還蠻好吃的喔 然後牛肉味還蠻重的 不錯 然後我分數覺得是95分喔 然後感覺上它這個是 比較沒有什麼油的感覺喔 就像它訴求的一樣喔 就是這個清油低醣 還蠻不錯的 蠻健康的喔 恩 我覺得蠻好吃的喔 蠻豐盛的 然後口味也不會很濃郁喔 就是 鹹度蠻淡的 恩 算是走這個健康路線的美式漢堡專賣店喔 恩 好 那各位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我覺得這個漢堡還不錯 蠻好吃的 比這個賣叉叉好吃喔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家點的法式吐司喔 那這一份才45很便宜喔 那吃吃看 那駐美國的美一人氣 你就可以看看啦 因為上次你有講說 你喜歡吃法式吐司嘛 那我就點個法式吐司 那看起來是泡過蛋液 然後再用慢火煎層喔 然後上面淋了蜂蜜喔 好現在吃吃看 恩 啊很好吃喔 哇這個很豐盛 比那個 陳叉早叉喔 還要來的豐盛很好吃 然後這裡面感覺上好像是 感覺上是起司啊 然後跟這個 喔就起司 然後感覺上裡面好像有一點點這個肉桂粉的味道喔 這吐司還蠻軟的喔 所以是這個女生會喜歡吃的口味喔 簡單講有點像是白醬 又有點像是起司喔 恩 啊我知道好吃 這個女生會喜歡喔 真的很好吃 它上面寫著 法式吐司外塵 西寶特製醬汁 慢火焙層 金黃香Q 帶出加成的 喔蛋味起司 搭配台灣蜂蜜 幸福的味道瞬間滿足喔 恩 喔所以是起司沒有錯啊 還蠻香的 好那剛剛有講喔 就這個女生會喜歡口味 好那我覺得這分數是 95分喔 恩 很好吃 你可能稍微喜歡吃法式吐司 可能 可能98到滿分都有可能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牛肉 那個人就猜測這個是女生會愛的 好總之很好吃 它內部就是這樣喔 裡面有泡到蛋液這樣 恩 好很好吃 好那這個是法式吐司的部分喔 真的蠻好吃的 好在座這個店家標榜 我們可以跟星巴克對決的黑咖啡喔 然後喝喝看 好我已經喝了兩大口了 還不錯 還蠻濃郁的喔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 真果香跟焦糖香喔 然後一點點果酸的味道 還可以喝出它有點特色的咖啡喔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當然看到它是現研磨的喔 然後濃度還蠻濃的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分數的話我覺得是 83分 那這邊餐點都很有水準喔 便宜的價格 然後優質的享受 蠻不錯的 好我把它撕開來喔 那咖啡色澤就是這樣 蠻不錯的 那喜歡喝咖啡的朋友就可以點咖啡喔 那我是喜歡喝咖啡啦 當然它也有奶茶紅茶這些的喔 那最後這個是店家自製的南瓜濃湯喔 算是稀釋的喔 據我的經驗就是 用果汁機打成果汁過濾之後 然後再加上奶油炒麵粉去煮出來的濃湯喔 以前我們是這樣做的喔 稀釋的 好那現在喝喝看 大致上就可能是我說的那種過程喔 把這個南瓜切成塊 然後用果汁機加一點水 打成這個果汁狀 過篩之後 奶油炒麵粉 的那個麵糊喔 然後煮出濃湯 可能再加了一點香料什麼的喔 或者是不加 就是那種很標準的這個西式濃湯 這個放冷的就是西式冷湯喔 做的還蠻標準的喔 蠻不錯的 南瓜的味道很濃郁喔 事實上南瓜對身體很好啦 尤其是對男生 就是這個有保養你 身體的某些功能喔 可以上網查 還蠻標準的濃湯喔 那我覺得這個是 八十八分 蠻不錯的 好那總之喜歡喝濃湯的朋友 這個濃湯也蠻推薦的喔 蠻好喝的 那這也是女生會喜歡的口味啦 很溫和的口味 蠻好喝的喔 雖然店家就是蠻用心的喔 好那最後這是這間店的名片喔 漢堡專賣店 然後地址在這個 台北市基隆路二端三十九項二十三號 然後是很可愛的這個 師傅的 算是圖案喔 好那後面這邊就是全部的菜單啦 好我剛點那個是 雙層加蛋加起司 所以是一百喔 然後 法式吐司四十五 然後南瓜濃湯 四十塊 算是很超值的早餐店喔 在新一區算是非常便宜的 然後蠻用心的喔 聲音也不錯 好那就希望我的影片 能夠得到你想要的資訊喔 可以來用餐看看 蠻好吃的 然後老闆娘也蠻親切的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